各位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韋森特遠離本港 天文台考慮朝早10點前後 改發3號強風訊號 上午9點鐘 韋森特集熱在香港以西大約20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22公里 穩定地橫過廣東西部 進一步遠離本港 天文台說本港風勢開始逐漸減弱 當風力下降到烈風程度以下 會改發3號強風訊號 教育局宣布所有日後 今日停課 如果天文台在下午5點鐘或之前 取消8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夜校將恢復上課 職業訓練局宣布 專業教育學院 資專設計學院 工商資訊學院 所有培訓發展中心 訓練學院 青年學院 上午停課 展量技能發展中心 全日停課 所有在上述學院和中心 舉行的校內考試 也會延期舉行 至於港鐵宣布 多條路線會維持服務 凌晨發生事故的東鐵 也都已經重開 觀塘線、荃灣線、港鐵線、東沖線 和西鐵線會維持10分鐘一班 將軍澳線方面 北角至寶林10分鐘一班 北角至康城 每班車隔15分鐘 機場快線列車每12分鐘一班 直線離線15分鐘一班 東鐵線方面 來往紅磡至羅湖列車 每10分鐘一班 來往至洛馬洲站的 就每隔20分鐘一班 馬鐵就10分鐘一班 至於輕鐵新墟站有嵌樹 兩條路線614和614P 介乎杯道至鳳底站的服務暫停 港鐵會安排接駁巴士來回兩個站 而其他的輕鐵路線 就會提供15分鐘一班的服務 這節《風暴消息》報道完 散 prospective m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